老婆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诶 卢瓜 你家有块又拿了 你先去买一瓶去 不好意思啊 姐姐 奶奶 我已经约了朋友去做美容了 您自己下楼去买吧 你看看你媳妇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连妈都不叫了 只能叫我弟弟奶奶 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 一点都不知道 什么叫尊敬长辈 您还记得如花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不叫你妈的吗 处死了 处死了 妈 你能不能帮我进房间里面 看一下点点啊 我还要做饭吗 看孩子本来就是当妈的活 我已经约了人等会要去逛街 我可没时间帮你看孩子啊 妈 您起来了 挺早啊 都做点什么吃的呀 妈 您昨天不是我想吃楼下的 那个包子跟牛条吗 我都跟你买回来了 怎么没有人喝的呀 你知道我吃这些干的咽不下去 竟然这些没营养的东西 您啊最近不是说睡眠不太好吗 今天早上我特地炖了猪心早人汤 听人说啊这个对睡眠特别有帮助 哦 那你还不快点给我整点去 我试试好不好喝 好 肯定好喝啊 为了这个汤 童话可是费了好大的工夫 所有的食材啊 只早上去市场挑的 嗯 还不错 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下 我妈她快过生日了 是 我想回娘家一趟 原来早就在这等着我了 一天到晚见上回娘家 你要给我记住了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妈 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回 你别叫我妈 我不是女亲妈 妈 这是干嘛 我怎么了 我 从来没有哪个儿戏 一进门就不把我当成妈的 是您的手作所为 让她不把您当成妈 压死冒头的 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每一根稻草